温压弹打击装甲运兵车 里面的士兵还能存活吗 今天毛泽哥就决定用捡来的 RPOA大黄蜂单兵温压弹进行测试 这款温压弹采用单次起爆的方式 爆炸威力相当于152毫米榴弹炮 它能在80立方米空间内 瞬间产生400至800摄氏度高温 以及7个大气压的超压环境 在室外50平方米范围内众生平等 那么用它来打击号称装甲之王的 N113装甲车会是什么效果呢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毛泽哥只能用油漆罐水壶以及罐头等进行代替 并且将它们分布在装甲车内外的不同位置 以此来测试温压弹的杀伤效果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毛泽哥躲在安全位置进行了首次发射 从慢镜头可以看出 这一发似乎打在了履带上 等烟雾散去之后发现 正面的油漆罐被高压挤爆并且仍在继续燃烧 而车顶的塑料水平也已经被高温融化 好在这个罐头还算坚挺 表面只是被高压挤变形 但令人惊讶的是 由于温压弹并不具备破甲能力 装甲车内的瓶瓶罐罐除了被震落在地上 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那如果将温压弹直接射进装甲车内 效果又是怎么样了 于是毛泽哥决定再来一发 这次炮弹直接击中了尾门装甲 固定在最里侧的摄像机被炸飞出来 在看车内的情况一片狼藉 经过高温高压的洗礼之后 能燃烧的物体全部燃烧殆尽 被炸爆的油漆也喷得到处都是 这要是哪个粉丝躲在里面 估计很快就变成熟人了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搬运火药时 他没注意桶上破了个洞 被老六看到后点燃了地上的火药 就在即将被引爆时 他发现并切断了引信 从而阻止了爆炸 可现实中人真的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为了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先进行小型实验 看火药的燃烧速度到底有多快 首先他们在钢板上均匀 撒上了半米长的黑火药 而为了避免在测试时烧掉眉毛 亚当制作了一个长干点火器 可刚接触火焰的瞬间 火药就全部燃烧殆尽 看来阻止火药爆炸的说法有点扯淡 这时吉米认为是撒的火药量太大 于是他们决定用漏斗减少火药的剂量 并且把引信长度增加到了1米 重新点火后他们发现 这次燃烧的速度果然慢了不少 接下来他们来到了试验场 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火药燃烧情况 他们在地面铺上了30米长的木板跑道 但为了不把亚当炸上天 吉米只能把空火药桶摆在跑道的末端 随后亚当将火药连续撒在了木板上 那么他能追上燃烧的火药吗 虽然在引信被点燃3秒后亚当才开始出发 但很快他就超越了火药的燃烧点 并不慌不忙切断地上的引线 紧接着吉米也开始了测试 这次他决定等引信快要烧完的时候拼命追上去 可当他刚要开始奔跑 就被亚当这个老六抠住了裤裆 导致最终没能切断引信 但如果没有外人拉扯 吉米一定能阻止燃烧 那如果在引信没有扑灭的情况下 火药桶会被点燃发生爆炸吗 下面他们将桶中装满黑火药 并延伸出一条引信 而为了确保实验的安全 这次将采用高压放电的方式进行点火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接通了电源 地面的火药瞬间被点燃并朝着火药桶移动 然后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火药桶被成功引爆 可见沿着地上的火药痕迹是可以引爆火药桶的 所以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就算你家有这样的火药桶 也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火箭弹爆炸能将汽车掀翻 并且在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镜头 小小的火箭弹真的能让数吨重的汽车腾空而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祖来到了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用借来的全新汽车进行实验 然后托瑞找粉丝要了几只火箭弹 而火箭弹是用来击穿装甲的锥形弹药 它能轻松击穿15厘米厚的钢板 那它又能否掀翻一辆汽车呢 在专家的帮助下 火箭弹被固定在发射支架上 然后所有人员躲进了地下掩体内 虽然火箭弹精准命中并发生了爆炸 但汽车似乎在原地纹丝未动 也没有出现电影中壮观的火球 反而是内部的发动机被击穿了 那如果让汽车行驶起来 给它一个向前的动量 又会不会被爆炸掀翻呢 于是他们在第二辆汽车的底盘上 安装了两个铁柱 并且将柱子嵌入有坡道的直线轨道中 实验时只要将切断拉住汽车的绳索 汽车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滑行 当快要到达轨道终点时 他们就会对着汽车发射火箭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波瑞从坡顶释放了汽车 并且对着汽车发射了一枚火箭弹 虽然车头在爆炸中出现了轻微弹气 但车身依然没有被掀翻 甚至还一路向前冲出了轨道 显然火箭弹并不会出现电影中的效果 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击穿装甲 而为了彻底将借来的汽车炸翻 于是他们决定还原爆炸现场 首先格兰把借来的汽车引擎卸下 然后将弹气泡安装在车头的位置 他能在实验时给汽车提供向上翻转的冲力 而托瑞则用塑料打造了一套仿真火箭弹 为了制造火光冲天的爆炸效果 凯莉在车头放置了汽油瓶 实验时当仿真火箭弹接触汽车 他们就会在启动气泡装置的同时引爆汽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托瑞向汽车发射了仿真火箭弹 可当击中汽车时却只发生了爆燃 因为格兰设计的氮气泡出现了故障 导致白白烧毁了一辆汽车 之后他们改进了气泡装置 并安装在导演新买的SUV上 重新做好准备之后 他们再次发射了仿真火箭弹 虽然这次汽车没有完全翻转过来 但他们却制造了好莱坞式的爆炸特效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用六颗子弹的火药塞进门锁里 就能炸开钢门 并且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 男主为了挽救被绑架的男孩 徒手掰开了六颗子弹 并用布料将火药包好塞进索眼 然后推进一枚空弹头 当他用枪托敲击敌火时 钢门就被炸开了 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 可很多粉丝认为直接射进门锁就能打开 为了验证每种方法效果更好 于是留言组决定做一个对照实验 首先托瑞找来一扇电影中同款钢门 然后将手枪固定在距离门锁30厘米的位置 为了防止跳弹造成伤害 他们在防暴时扣动了扳机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时候 子弹直接击穿了门锁 并且导致钢门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打开 既然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是 电影中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弹呢 难道导演的脑子嗅痘了吗 但本次实验的重点是验证电影中做法的可行性 接下来留言组需要按照电影中的方式取出里面的火药 但托瑞用上了牙齿也没能将子弹掰开 显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用手枪敲击子弹的敌火又能否点燃火药了 之后他们将子弹插入桌面的小孔 然后用枪把开始敲击 而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提前取出了里面的火药 然而弹壳都被敲扁了 敌火还是没有被点燃 因为敌火需要特定的撞针精准撞击才能被激发 那六颗子弹的火药能否炸开门锁呢 下面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实验 凯莉在枪把手底部安装了类似的撞针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摆壁 将手枪固定在摆壁的末端 借助重力就能让撞针撞击敌火 从而达到引爆火药的目的 通过拆解子弹托瑞发现 六颗子弹的火药剂量只有30颗 那么他真的能将钢门炸开吗 下面他们将粉丝的钢门带到了试验场地 将30颗火药用碎部包裹起来 然后塞进了锁孔 格兰将摆壁装置安装好 并让撞针对准敌火 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释放了摆壁 虽然撞针精准撞击了敌火 可火药并没有发生爆炸 托瑞认为是布料阻挡了火药的燃烧 于是他们直接将弹壳插入到火药中 但再次实验依然以失败收场 此时格兰突然发现 现代子弹使用的都是无烟火药 而电影中手枪子弹用的是黑火药 并且威力更强 于是他们重新换成了黑火药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当格兰释放摆锤的绳索 火药终于发生了爆炸 但门锁并没有被炸开 显然这样的火药剂量远远不够 为了让粉丝的肛门彻底开花 他们决定加大火药剂量 直到肛门里被塞入了600克黑火药 而为了确保安全 这次采用远程电子引爆的方式进行 随着一阵火花四溅 这次肛门终于被炸开了 但使用的火药剂量 却是电影中的20倍 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如果在打喷嚏的时候睁着眼睛 我们的眼球很可能会飞出来 看似扯淡的说法 却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打喷嚏是人体最快速的反应 并且喷出气流的最高时速可达200公里 或许这个力道真的可以把眼球挤出来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 亚当和吉里决定献出自己的眼球 首先他们搭建了高速摄像用的参照板 以便能计算眼球飞出的速度和距离 然后在亚当的怂恿下 吉里很不情愿地充当了实验的牺牲品 但如何才能让他打出喷嚏呢 亚当先用羽毛对吉里进行挑逗 但吉里根本不吃这一套 于是亚当开始上狠活 当吉里猛吸一口胡椒粉后 他的鼻子终于受不了刺激打出了喷嚏 但他却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 并且喷出的浓鼻涕还让亚当大吃一惊 经过多次尝试 吉里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睁开眼睛打喷嚏 于是亚当决定亲自上场 他和吉里一样深吸了一口胡椒粉后 虽然很快就打出了喷嚏 但显然他是闭着眼睛的 为了让自己眼球飞出来 他做了一个很可能让自己眼瞎的决点 这次亚当的眼球真的会掉出来吗 虽然这次他睁着眼睛打出了喷嚏 但眼球并没有因此飞出来 随后他又重复进行了测试 可结果还是让旁边的吉里非常失望 之后他们询问了眼科专家 而专家表示 人眼是一个极度复杂的器官 眼球的表面被各种结膜覆盖 并且还连接着六条控制眼球运动的外眼机 除此之外视觉神经也能防止眼球掉出来 所以睁眼打喷嚏 根本不会让眼球飞出来 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地打 据说钢索绷紧后就会产生恐怖的张力 一旦发生断裂 能瞬间将人拦腰切断 并且米国航母曾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一架战机在降落过程中 阻拦锁突然断裂后横扫甲板 差点将旁边的船员切成两半 难道钢索断裂真有这么危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决定先做个模拟测试 以确定绳子断裂后的走向 即你将绳子固定在桌子的两端 而亚当在台面上画好相同见具的方格 然后他们用刀片割断了紧绷的绳子 这时绳子垂直扫过了中线 为了让绳子横向甩动 他们在切割点位置的中线上放置了障碍物 并且再次进行了测试 果然绳子朝着旁边甩了过去 随后他们又在中间放置了一个铁柱 这次绳子奇迹般地抽在了铁柱上 接下来他们计划在两个柱子之间绑上钢索 然后在中间放上障碍物改变钢索的甩动方向 这样剪断钢索就能击中旁边的志愿者了 方案确定之后 经理来到商店选购了拉伸钢索的液压活塞 并趁老板不注意顺了的遥控切断装置 以保证释放钢索的时候不会出现意外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亚当只能买来一车不要钱的二师兄 为了让二师兄更加接近人体质感 他们还在二师兄肚子里填充了组织替代胶 下面留言组找到一处废弃的厂房 而里面的柱子刚好可以用来固定钢索 并且他们同样在反弹路径上焊接了障碍物 然后将二师兄悬挂在靠近切割点四分之三的位置 因为这里绳子的离心力最大 所以抽打的力道也是最大的 本着受力面积越小切割力越大的原则 他们决定首先用较细的钢索进行实验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两人躲在室外启动了液压活塞 当钢索被拉到极限状态时 亚当按下切割装置的按钮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二师兄甩到了三米开外 高速相机下甚至能看到钢索撞击铁桶时出现的火花 但却没有将二师兄切成两半 于是他们换成了更粗的钢索 这种钢索可以承受超过四万磅的拉力 那他又能否将二师兄切开呢 当拉力达到极限的时候 他们再次切断了钢索 而这次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十辆卡车的拉力 可尽管如此 二师兄依然没能被切成两半 显然想要以这种方式切开身体是不可能的 但如此巨大的力道如果抽在人身上 估计会有点疼 为了能彻底将二师兄切开 两人开始不讲武德 他们直接用锡钢索套住二师兄并绑在柱子上 然后钢索的另一段用起重机进行拖转 随着亚当一脚地板游 二师兄如同被割韭菜一样拦腰截断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再加尝试 据说如果将灭火器丢进火堆里加热 钢瓶就会受热发生爆炸 从而喷出灭火器熄灭火势 可灭火器真的能这样使用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直接将灭火器丢进火堆非常危险 所以托瑞用脚钢制作了一个导轨装置 然后三人来到了爆破实验场 并准备用常见的三种灭火器进行对比 首先上场的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因为燃烧所需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而这种灭火器瓶内的高压 能瞬间喷出大量二氧化碳 并且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 从而能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氧气 达到灭火的作用 那加热钢瓶又能否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两人将火堆点燃后 托瑞释放了灭火器 可当他们做好万全的防爆措施时 瓶子却发生了漏气 这是因为灭火器装有泄压装置 在瓶内压力过大时会自动释放二氧化碳 所以这种灭火器根本不会发生爆炸 那用水灭火器是不是就能达到爆炸灭火的目的呢 因为这种灭火器没有泄压装置 并且瓶内装有水和空气 当水受热蒸发就会增大瓶内气压 也许这样就能发生爆炸了 而为了增加爆炸的威力 格兰还将瓶内的水释放了一半 然而加热了九分钟后 瓶子却开始喷水 紧接着灭火器如同火箭一样飞了出去 但尽管这样 火势依然没有被浇灭 之后他们将泡沫灭火器丢进了火中 由于它与水灭火器原理相似 三人对它已经不抱希望 可正当他们想打扑克时 灭火器却突然发生了爆炸 并且成功将火势熄灭 但灭火的原因不是因为喷出的泡沫 而是燃料被炸到了远处 这次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于是三人决定进一步测试 格兰拆除了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泄压装置 看这样能否达到同样的效果 而仅仅加热四分钟后 灭火器就发生了爆炸 不仅火势再次被熄灭 并且威力也比之前更大 甚至有燃料被炸飞到几十米外 所以这种灭火方式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在家尝试